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欧姆龙机器视觉系统的图形标的预设 那么我们现在开始我们这次的直播 作为第二次的直播呢 相对于第一次的直播有一些改进的地方 那首先我们看现在是双头机跟单头机已经完全修复了 上一次的直播单头机并没有修复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贴装机 手机贴装机的工作原理 这次使用的辅料 是跟上次的是不一样 有难度了 它的形状是异形的了 可以看一下这个辅料 在在料袋上面 它这是异形的 然后在这个 在这边的这个辅料 也是那个 对 这蓝色的这个就是辅料 那么都是异形的 那么上一次呢 是比较简单的 是那个导电棉 是长方形的条状的 在单头机呢 已经修复 它也是有一些料在上面 现在有这个单头机的料 是小小的颗粒状的 对 对对 这就是料袋 是的 那我们从单头机看一下 它后面的似伏轴 上次我们漏了介绍 这个是用于测量垂直度的基准块 用四根柱子来测双头机 单头机是直接放在台面就可以测 测这个X跟Y的垂直度 那上一次我们有光三尺 这次已经把它拆掉了 因为我们设备已经校准完毕 这是它的那个伺服系统 总共有五个伺服轴 这台设备是纯粹的欧姆龙控制系统 它连小小的一些寄电器都是欧姆龙的 有一百瓦的电机和四百瓦的电机 这是上次已经看过的这个伺服系统 这次可以看得更清晰 然后在它的这个卷料盘 我们说的王居异味的话呢 就是要换这个卷料盘 这个卷料盘呢 它有这个上紧机构 有夹紧 夹紧之后把它交换 就像放电影的导换胶片一样的 换完了之后呢 它是需要把它铺平 而且宽窄不同 有的是宽料袋 有的是窄料袋 宽窄不同呢 要去移动它的一个挡板 还有就是它的那个膝头 这个像这个是要盖起来 要把这个真空的这个孔 这些没有盖起来 就拿来吸料袋的 对 所以说这个更换 更换之后呢 最重要的是校准 它每一次出两个料 或者是四个料 或者是出一个大料 出完了之后 它就会等在这里 然后拿吸头来吸 那我们这个吸头呢 它总共是有四个 而且带180度旋转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 在双头机 在做物料交换之前的一个动作 那么请我们操控的工程师 发动一下机器 现在看一下发动的机器的 在这个基准块上面 可以吗 在这个基准块上面 这个铝板的基准块上面 我看了 我看了 料已经看过了 我们因为刚才直播中断了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 已经把第一片料 现在看拍拍拍这个 已经把第一片料贴上去了 那这个是刚才看过的两个小的辅料 你那边可以 好 那再贴一下 那这就是它的工作原理 因为它没有启动纠片 所以说你可以看到这个料 并不是完全的重叠 这就是它的第一次装填物料之后 开始贴的一个状态 好 那么我们等一下要启动光学纠片吗 还是现在启动一次是吗 现在启动一次光学纠片 因为看到物料有点乱 然后我们再看其他几个工位 可以吗 可以啊 可以 可以拍 好 那么我们在这几个工位里面呢 是我们的工艺组 那工艺组呢 我们 请我们的那个工艺的 那个机械部分的负责人 我们理工来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就是 我就是理工啊 然后我先介绍我们这四个工位里面 都是什么内容吗 就是这位陈工是做我们的一个工厂的一个布局的一个仿真啊 然后待会他们都会给你写给你们详细介绍的 然后这位陈工是做我们一个图形预设的部分啊 还有我们的理工 还有我们的理工 理工是做我们的工艺部分的一个标定 我们坐标的一个呃来由可能都是由他来呃呃 他来计算的 然后他是我们这一次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然后这位也是陈工 然后这位也是陈工 他呢是做我们一个计划 我们后期的一个计划就是 机器换人的一个部分啊 也就是机器人与我们的NCD博图集成啊 进行一个离线编程嘛 呃下来呢我们就让他们啊 每个人就先各自介绍一下自己的工作吧 呃 首先我是以六米一块的三格 然后形成工厂的地面 然后布局主要由三个方面的内容组成 第一 加工的工艺 然后以产品的加工工艺来确定 每台机的摆放的位置 第二 机台的结构 然后以机台的门 还有机台两个机台间的连接的位置 然后确定每台机摆放的摆放 第三点 是人机交互的方式 人的 呃 物料的剩料位 还有辅料的更换 然后人超机的位置 然后从而 然后从而完成了整个工厂的布局 同时我们可以通 同时我们可以通过VR 然后更加直观的观察到这个工厂的布局 接下来由我们理工介绍 VR中的工厂 呃 其实我们的 其实VR这个东西吧 就是呃 我来带上去吧 然后从你们 你们就可以在这个屏幕上面 看到这个VR的一个图像 就当然没有带的VR那么真实啊 啊 呃 我们可以呃 麻烦摄像机可以对准一下那个电脑屏幕 呃 然后 这是我们的VR的一个环境 这是1比1进行建造的 1比1进行搭建的 这里的人物呢 我们 环境中的一个人物身高是1米75 我们的机台高度 跟我们人是1比1的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 可以观察到我们 所有的每个机台的一个布局 我们穿梭在中间 他们之间的距离 足是否能足够我们进行工作 是否能足够进行 把这 比如这些开门装置啊 打开之后 我们该能不能 人还能不能过去 啊 啊 这是我们的一个工厂布局 然后 这里有人 我们的一个操机 我们一个放料的一个工人 他们是否有位置去进行这样的一些操作 同时我们当然我们这个手柄也可以很方便的进行移动啊 去到各个位置观察 啊 在我们布局完之后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验证的一个方式 因为你你戴上了眼镜之后 就做到一个1比1的效果嘛 就可以很好的去观察我们布局的一个成果 啊好 啊 VR的介绍就暂时 先到这里吧 哦 那我们下来让我们秦宫说一下 他这个图形预设是怎么去做的 他是怎么样的啊 这因为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啊 呃 大家好 我就是秦宫 现在呢 我主要负责的就是图形预设 然后在我手中呢 这里有两两片不一样的物料 这两片呢 就是现在我们机台正在生产的一个辅料 然后这些辅料呢 我们要完成图形预设 要提前通过我们的PS软件将它们绘制出来 通过我们的PS软件将它们绘制出来 然后提前提前画出它的图形 然后这样可以提高我们的那个效率 然后我们画这个图形的时候 它的比例跟我们的机台的比例的话 我们可以通过使用一个 绘制一个十字架 然后再用这个十字架放在那个机台的摄像机上面拍照之后 再通过我们的计算 然后可以算出它们图子之间的比例是多大 然后再将我们绘制的图子的比例放大到跟我们相机所需的比例一样的大小 这样我们就可以完成做到我们的图形预设 然后我们做图形预设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的机台它能够在不停机之前 在不停机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提前做好这个图子 然后再通过我们这个图子 直接放到机台上面进行生产 这样可以节省掉很多很多时间 好的 然后我的图形预设现在介绍都到现在 然后下面有请我们的李志全李公 让我们介绍一下工艺方面上的 刚刚秦工说的很对啊 就是我们工艺啊 也就是我们的一个坐标的一个标定 我们输出的一些坐标都是由我们的李公来做的 让我们李公来说一下 我主要负责的是机台的检修与保养 还有坐标的测量与标注 首先我们会对机台进行一个检修 我们会对我们会在机械机台上安装 安装光三尺还有垂直测量仪来调节好 那个机台的精确度 然后调把它精确度调整好之后 我们每个月都会对机台进行一个保养 通过这几个注油点 我们对每个月进行注油 对机台进行一个保养 以确保机台能稳定的运行 然后坐标测量方面 我们会先 首先我们会找出一个机台的原点 然后这个机台的原点 是用一个标准块放在机台上 贴下两块料 然后根据这两块料 在这个标准块上的距离 用油标卡尺测量 测量到这个料相对于这个角点的距离 然后根据这个料相对于角点的距离 还有根据机台上有一个贴装贴坐标 两个坐标相结合 我们就可以推算出机台原点的 机台原点的位置 相对于夹具原点的两个相对位置 然后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两个相对位置 把机台的原点设在夹具原点的位置 然后我们可以按照这个工程图纸上面的尺寸来标注 安装工程图纸尺寸来标注每一个贴料 相对于这个工具夹具原点的相对位置 我们只要把每一个贴料相对位置都标注 标注标注好之后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夹具偏移量 把上面的相对位置往下偏移 到工具二的夹具原点 这样我们两个工位的坐标就可以确定了 好 那么我们这一次是展示的理工算的算法 是一个革命 是一次革命 我们之前的操作是要用手工施教 手工施教它的每一个坐标全都是绝对值 而且没有办法复制 所以我们这次的王居意味是用一个比较形象的比喻 是可以从任意夹位来调换 那这样的话呢就是需要我们会要根据这个像速控机床一样的编程 要找到夹具偏一点 然后要用图纸的尺寸来贴 而不是用绝对值来贴 所以说这一次的这个计算里面表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内容 好 那接下来呢就是到成功的这个工位 我给现在给大家介绍呢就是我们的机器换人方案 然后我们这边可以看到 这边呢是由我们的博图机器人 集成机器人组成 然后这边呢是我们的MCD组成 大家可以在这里可以看到 这里我们有一个机械手 这个机械手的位置呢原本就是我们人的位置 他需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需要把这个料 副料放到我们机器的入口处 就是一个简单的动作 原本这应该是有个人的 现在我们用一个机器人做了一个方案 然后在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我们一个Semitic的9寸的移动式的触摸屏 在上方呢这里可以看到我们有一个集听按钮 这个触摸屏界面呢是基于我们博图机身机器人来做的 就是说他可以做到代替我们传统的机器人试料器 就是说他这其实就是一个试料器了 在上面呢我们可以做一些机器人的点位规划路径规划 就是说我们在这边仿装环境里面所看到的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呢在以往都是需要用Technomatic去完成的 现在我们用一个博图机身机器人库 需要我们的MCD就能够完成以往需要Technomatic 才能做的事情了 然后呢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博图机身机器人库呢 它其实是一个HMI来的 它就意味着我们可以在PLC里面对我们的机器人进行一个规划 把以往要分开两步来做的事 用一步就可以完成了 我们不需要再通过传统的试料器 对它进行一个点位的规划了 好的我的介绍就到这里 好那么我们现在那个双头机的那个光学校正 有没有操作完毕 已经操作完毕了 那我们去看一下效果吧 等一会再到我们这个双头机的遥控这个更新版的界面 我们这次是有很大的更新 我们还是到一个比较好的拍摄位置 现在又把它清空了 我们再看一下贴的效果 现在取料照相 刚才吹一下呢 那就是它认为是废料 好它这回就没有吹掉它 好这是第一次贴 再看第二次贴 如果说光学校正起作用的话 它每次都会贴到一起 那现在又是它就在吹吹废料 我们还没有把它完全的做到自动寻地 那么它取料的时候 因为这个料比较干 它有些有些故障 小料有些故障 在大料 大料已经是整定的非常好 小料这个这盘料放了太久了 这都是残料 好 那么光学已经可以看出来起了作用 那这个时候它就会频繁地去吹掉 吹掉这些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它就这表现这些 我不能 它有安全 安全尺 好 好了吗 循环结束了吗 让结束来看一下 那这个时候这个大料它的那个光学校正 就是每次都能贴在一起 那这个小料有些 小料有些有些不一致 它有几块 你可以看这个小料 它也是都是堆叠在一起 但是有一块这是吹出来的 这是吹出来的废料 这就是吹出来的废料 我们下一步要改进的就是全自动寻地 这已经不粘了 这已经完全不粘了 它已经没有粘性了 所以它取料会有故障 我们用的都是残料 就是这个本来是5000片的那个新料 而且在贴之前要检查粘度 那现在因为是没有去做这个动作 那接下来呢 要请大家留意 就是我们刚才的大料是在2号甲位 小料在3号甲位 那么做王居一位 好 那么我们现在再到这个工艺组这边 有这个人机工程正在作业 就是人机工程 我们会去做这个全三维的动态的作业指导书 那么会用我们的那个Technomatics的人机工学软件来做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 现在相比前三天 我们改版的随动 随动和这个遥控界面 我们现在请罗工来介绍 主要是介绍这个界面 这个是跟三天前不同的 好 我这边主要负责的是电控的工作码 然后我这边主要介绍的是那个人机界面 以及全的一个差异码 之前就相当是改了第五版了 然后我们做了一个调整 主要是体现在这个机台这个界面这里 现在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界面 去遥控遥控那边的机台 这边遥控的话就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吧 是 大家你可以看在那边就会出现机台会是运动的 因为我这边在控制码 所以就会出现这个情况 我我再给大家看一下 好 这边是实时同步的一个情况的 这边也可以单独的去点这个启动的 这边所有的数据都通过这个西门节界面 作为一个展示 比三天前的内容会多一点 就这样子的 请个情况 我们工程师在这里加了一个监控摄像头 就是这个自己DIY的 自己DIY红色的 这个红色的 红色的 对 这个监控摄像头 就可以监控机器里面的状态 这是单头机运动 然后它是可以整合到 整合到博图的那个面板里面 接下来我们会买西门子标准的这个摄像头 这个是我们单头机的这个监控的工位 那请成功讲一下 这个是单头机的欧姆龙视觉系统 它主要负责就是铁合位的校正 这个是单头机的触摸屏上传到电脑可以实现远程调控 那这个远程遥控呢 目前是单头机是这样的一种做法 那么跟我们上次的没有太大的变化 那我们在双头机上也是有变化 刚才看到安装的那个红色的 拍的画面就在这里 因为是自己DIY的相机 所以它并不是很清晰 而且这个滞后比较严重 那么我们是自己DIY的一个监控 我们等一下再来介绍这边的画面 然后我们现在看一下 罗公你这个整好了吗 我这个整好了 好 看一下 那个 你介绍完了吗刚才 刚才已经介绍了 刚才已经讲过 讲了那个 那要表现水动吗 表现水动的话也可以 好像那边开吧 好像那边开就好了 那表现水动 那他们还在装料袋 对 装料袋 稍微稍微那个等一下 我们看一下那个 那你现在那个 操控的那个界面 对 坐下那个 在这里了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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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罗公做的这么一个 这个就是罗公做的一个西门子的一个触摸屏的界面 把欧姆龙的全部程序做到了西门子里面 还有贴合位的补偿 为了表现这个效果呢 把三块屏幕 把三块屏幕摆在一起了 通过中间的这个西门子的P2C 1511的这个P2C 然后这个三块屏幕 一个是操控 一个是中间实际的一个摄像头 然后再就是这个我们的这个设备 可以吗 可以发动了吗 可以启动了吗 还有还有人正在正在做一些操作 你介绍一下这个随动的特点 我们我们这里 这个就是虚拟的3D模型 我们连接的是新门的系统 这个就是实际的模型 我们用手机拍摄它的实际情况 通过这个IVCAM软件实时投屏到这里 就可以看到两边它是同时一起动的 然后在那边有一个那个监控的标尺的画面 如果我这边让那个启动它去取掉的话 它也会使用 你再把那个标尺的画面打开 就是有一个标尺在动的一个键 对对对 你看得到这个树在动 那是十根轴的 好 运 运持实际情况 就刚才我们矿工说 总共有十个轴都在随动 然后我们这次改版的界面呢 在上次做到的这个基础之上呢 就是增加了那个替代欧姆龙的面板的功能 好吗 在这个替代的面板里面 可以让这个轴动一下吗 动的时候这边能看得见吗 这边我们先把极停复位机台 啊 发极停 我们先按下极停 然后 我们先把机台复位 记得开始复位之后 我们把左边的X走 对 我们先复位嘛 可以看到那个机台是在运动的 呃可以看到那边他们已经是复位移去 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面板再复位移去没关系的 然后呃可以看到呃设备是在复位的 复位就好了之后呢 我们再去手动的去点动这个呃轴的各轴的一个运动 我们点那个X脚向左边移动嘛 然后那个呃X脚向右边移动吧 然后歪轴的歪轴的歪轴随便点一个就好了 可以了可以了就可以了 然后然后这边就呃 它的一个点动的一个效果就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机台去再通过呃西门机的触摸屏去遥控那边机台 还是这样子一个情况的 所以我们这次的改版呢是不仅仅是呃在单头机里看到了 双头机我们之前也沿用了传屏就是在这边也有一个传屏的画面 呃除了传屏之外这是用西门子的西门子的面板里面做的一些关键轴 关键动作关键那个呃开关的那个开关量 就代替它面板上的一些按钮 当然我们随着这个工作的再进一步的玩 啊那个深化我们还会不断的完善 这就是有关呃随动 另外我们王居一位正在进行当中 我们那个刚才秦宫也讲了这个图形的预设 我们在单头机里也有这个 视觉系统西门呃那个欧姆龙的在这里在这里 欧姆龙的这个机器视觉系统呢 呃它是一个非常有特点的而且它是在人工智能的 你可以看到它分四个吸头总共四个窗口 这是它软件的特点 好 那么我们在这个呃 秦宫画完了根据辅料的形状 我们第一第一次直播的时候用的辅料是 呃长方条形的导电棉 跟这个一些这个呃大的那个薄片的那个物料 那这次呢又有一些变化 有一些小的那个在镜头上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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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膜 那它这个传屏的这个动作呢 还有包括我们对于这个预设图形的呃这个制作 而且可以看到我们工程师正在换料的这个操作 我们都是实实在在的在真实的操作 呃不是说我们这个呃这个整个运作的过程呃有哪些这个有一些这个呃 呃隐藏或者隐瞒我们可以看一下在在这个工位里面 我们有那个配合机器人设计的那个机械的那个部分 也请我们武工来介绍一下 好的我们这是单头机的情况 单头机它的联动原理也也是和那双头机联动原理一样的 只是我们这只有五个轴五轴联动和他们双头机的有两个机械币为十轴联动的 可以看到我们这边可以加入了西门纸那设上的另一个设上远键 然后我们可以在这直接输入坐标来控制它这些币的联动 以及它的输入的坐标的值可以随时它的十字状况来进行动作 然后我们两台机车是互动的 它那边是控制密码 这里可以联动一下移动一下S轴 对应了它那现实的它那S轴在移动 而且它那电脑那里也在移动同步移动 实际的同步联动 我们大概的情况就这样 好的 好的 那我们现在还在换料中 因为这个料换完了之后 它要把它的那个线位器调整 调整之后它还要找到取料点 照相点还有这个贴的这个点它要重新找一次坐标 这个相当于是 速控加工机床的换刀 换夹具 所以这些动作是必不可少的 完了之后呢 它会做第一次贴的动作 第一次试贴 第一次试贴 这些会有偏差 那如果它没有偏差的概率几乎是没有的 不存在的 那贴完了之后 我们就启动视觉校正 我们不去打扰他们 在这边都可以看到这个机台的运动 因为我们已经时时的连机 在这里 它只要是它操作 这个机台就会动 它只要是有任何的操作 不管是在设备上的操作 还是远程遥控的操作 我们的模型都会去随动 所以这就是数字孪生 如影随形 单头机双头机都是一样的 而且我们在那个 在视觉系统的传屏 就可以看到它这边拍照的情况 这边右边是一个 对 这拿过来了屏幕 这就是它的那个视觉传屏的情况 它现在拍的是那个吸头啊 然后拍的是这个辅料啊 它就在校准 现在就在校准 要把这个 现在这个寻地的动作呢 还是用人工在做 我们接下来会做自动寻地 程序还在开发中 我们希望在下一次直播 会有一些初步的成果 这就是它的那个视觉的一个拍出来的情况 好 那么我们再到这个前面来看一下他们换料的一些动作 我们这两位换料的工程师刚刚到港两天 我们是通过我们这个人体模型的这种系统来做训练 让我们的工程师可以快速的掌握如何换料 并且呢我们在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有这个呃 我们画出来了完整的电器控制图 呃电器控制接线图 呃以及机床的三维模型的校准 如果不校准的话他们会跑偏的 现在已经换完了对吗 好 那我们料已经换过来可以可以来拍一下 我们现在的料已经完成了更换 就在我们去拍这些过程当中 我们已经完成了料的更换 对那现在这个呃 蓝色的这个小方块已经在在这个左边了 然后右边是大的那个片 这是比较有代表性 然后因为我们这里有安全光杉 所以我们要离开这个门 那现在开始取料了 那我们都不需要去碰机器 啊我们我们不用去碰机器 它就可以用远程去操控 好那现在贴了第一组 那再去取料 照相 再贴第二组 那我们现在目测一下看 它非常的精准 啊 这时候是清理一下吸头 因为大片的料 它这个吸片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那贴上了第一片 再来取 再来取料 它没有取到 空的 这时候没有取到料 好 好又贴了第二片 啊那小片还在贴的当贴的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目测来看 这时候的光学呃 视觉 揪片系统已经发动了 并且呢 在更换完毕之后 从二号夹到三号夹做了一个调换 那么它的这个整个贴的过程是非常稳定 而且呢 我们总共用时大约十几分钟啊 大概二十三十分钟开始换料呢 总共十五分钟就完成了 啊 我们可以待会把这个这两块两块那个贴的板取出来 再看一下啊 已经拍出来了是吗 好的 就光学纠片已经都一次合成了 一期合成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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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吗 可以了 好 可以吗 好 我们来 我们来看一下在 在围观的同事们 有没有什么 啊 李公过来 我们 看一下 看一下那个 围观的同事们 有没有什么 有没有什么发言 好 看到有林一飞 林一飞 这没办法互动啊 在这个 在这个界面里面没办法互动啊 我们是 是以这个 它的这个 一摞 一摞料的这个整齐度 来看它的揪片 揪片的水准 那么我们之前 也是经过揪片贴上去的 然后现在呢 呃 这个就是在手机镜头的一个保护膜 那么它这个是一摞整整齐齐的 整整齐齐的一摞 所以就在这样的一个尺寸 小料上 这个尺寸 啊 好的 那么我们刚才展示的呢 就是王居意味和图形预设的 这个 呃 过程 那我们已经 呃 直播了将近五十分钟 呃 感谢大家的观看 呃 本次 直播结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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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